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日本最具有規模的搞笑藝人公司 叫做基本心業 今天我們棚內來了兩位 同樣以搞笑為人生職制的專家 他們是魚鳳心業 非常歡迎惡魔跟大寶 兩位好 大家好 我是惡魔 大家好 我是大寶 我們是D&D 兩位的打招呼方式非常的歡樂 是一種帶起大家氣憤的感覺 是 好其實你們兩位 從大概快一個禮拜之前 就開始帶起我們辦公室的氣氛 真的嗎 太好了 因為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 就電腦上就放了魚鳳心夜 然後經過我後面的同事就會 你們要請魚鳳心夜來嗎 就很興奮這樣 就對 看過你們的演出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 就是來看我們的現場會更開心 真的齁 真的 而且我看到你們那個現場演出 通常演那個影像上面 那個笑聲有時候會比你們的聲音還要大 對 會蓋過我們演出的聲音 惡魔是團長 是 當初為什麼會創這個團 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 這個是我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創這個團 然後可是其實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大概是在我大二大三的時候 你到二大三就想要創一個搞笑的團 是 那個時候是在北藝大的戲劇系 對 在北藝大戲劇系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從高中的時候 開始很喜歡漫才這個表演 然後我就看 然後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學了戲劇這件事情 所以戲劇這件事情開始有方法 我可以去知道這個表演怎麼做 搞笑是如何有文法 讓他怎麼樣才是好笑的 對 然後然後因為臺灣一直沒有漫才這件事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文化 所以我就開始分析 然後覺得 那我來試著用中文做做看漫才 對 其實漫才是從日本來 對 日本發展的一個搞笑方式 是 是 然後臺灣一直沒有 所以我嘗試做這件事 我很好奇就是當年北藝大戲劇系的老師 老師聽到你要以搞笑為職制 老師的反應是什麼 老師的反應是會有一種 怎麼會有人想要以搞笑 而且又尤其是在北藝大 因為北藝大很專業的劇場表演 是 是 對啊 那他就會覺得 他們培育導演 培育優秀的編劇 優秀的專業的演員 是 對 當然搞笑很專業 我認為是 搞笑 他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艱深的學問 所以老師這樣說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 我的反應是 我覺得既然臺灣沒有 那我就要做做看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也會 不服輸就對了 我要做給你看 對 所有的力氣去研究這件事 我就覺得那既然表演可以 那為什麼搞笑我不行 那個時候你就找了搭檔大寶嗎 是 大寶也是北藝大 他學弟 小一介 小一介 對 那時候也是很早就想要走搞笑嗎 其實我大概在國中的時候就決定 國中 想要做搞笑的事情 比我更早 對 怎麼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其實開始搞笑的契機是 我那時候我記得上理化課的時候 那上理化課老師覺得場面很沉悶 大家都想睡覺 那老師就 因為班上總是有幾個開心果 那就是我 他要聯絡我說 那你可不可以讓班上 就是 你就做幾個表演 不要睡著 讓他們睡著 對對對對 那我偷偷把你的理化成績拉高一點 那因為那時候對於分數其實很計較 所以我就參與了這個活動 那真的效果還不錯 大家都醒來 然後上理化課很歡樂 然後老師也把我理化成績調得蠻高的 那時候就知道 其實搞笑是可以有貢獻 然後我可以換取我的分數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你上臺表演了什麼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在模仿學校老師 因為學校老師很有特色 對 就是喜歡模仿他們 然後 或是做一些就是 顯然老師也很大量啊 他覺得很好玩 很好 我模仿的是不在場的老師 理化老師說不准模仿我 其他都可以 我模仿的是數學老師 所以是ok的 對 對 所以那時候就發現逗別人開心 你也很開心 就是其實如果你能夠逗別人 帶來歡笑的話 那你自己的喜悅其實是加倍的 分享的喜悅是加倍的喜悅 對啊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日本最厲害的搞笑藝人公司是吉本新業 你們叫漁泵新業 有特別用意嗎 有 因為其實像新業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我跟吉本新業致敬的一個方式 對 然後因為他們的 他們出產很多很多很多搞笑藝人 對 然後他們甚至成立一個搞笑學校 對 然後這個東西是 你是說吉本新業成立一個搞笑的學校 是是是是 在日本 非常非常多地方都有他們的搞笑學校 而且標準非常高 怎麼說 他光是進去的標準以及你要從那個學校畢業的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難 嚴格 非常非常嚴格 對 然後他裡面非常多非常多的學問 你必須要研究 而且是非常嚴謹的狀態 學科真的是要上課 對 你必須真的很認真的去分析說 我這時候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然後這時候吐槽這個東西對不對 這時候裝傻這個東西對不對 然後非常嚴謹的去學習這些事情 包括你在舞臺上面的表演 非常非常認真 就是關於搞笑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認真的 對 對 所以那我自己取這個名字的原因就是因為 除了跟他們致敬之外 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們魚蹦可以成為臺灣的基本 對啊 好 剛剛惡魔你有說到吐槽的搞笑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曼財都會有兩位演員 他們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幫我們介紹一下兩位的角色好不好 好啊 沒問題 就是在曼財的角色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分成裝傻跟吐槽 對 然後日文就是寶財跟吐槽 對 然後像我就是擔任吐槽的角色 你是吐槽的 對 我是吐槽的角色 那大寶就是 那像我的話就擔任就是裝傻的部分 可是裝傻為什麼好笑 吐槽到底怎麼樣才會好笑呢 因為其實裝傻就是在一些 大家都知道 然後大家都覺得是合乎常規的事情上面 做一些變化 那這些變化就會引發一些笑料 對 比如說你們兩個會 對 比如說像 像是我們有一個段子裡面的部分就是說 講到KTV的部分 那比如說就像這樣 扣扣扣 敲門進去 發現 怎麼都是陌生的人啊 因為認識的朋友還沒來 所以一開始見面的時候有點尷尬 沒關係 這時候講一些炒熱現場氣氛的話題好了 在認識的朋友來之前 先跟大家混熟嘛 大家 大家 聽我這邊 聽我這邊 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了 不好意思 我走錯包廂了 等一下啦 為什麼你要走錯包廂 早點發現吧 那像這個就是其實我走錯包廂 可是我 很後面 我才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然後前面還裝的就是若有其事的感覺 是 就是裝傻會把 裝傻會把一件生活周遭的事情 然後大家聽得啊 理所當然 但是他們就突然在某些重要的點 說錯話 他就大轉彎 對 或者是誤解這件事情 然後這時候就會交給吐槽 來指證這個錯誤 或是糾正這件事情 然後再倒回正向這樣子 所以好笑的那個點是發生在裝傻的這個人身上 他總是會有一些不合 常理的事嗎 其實好笑的點蠻多 比方說裝傻的身上 會發生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 或者是吐槽的這個人呢 會被裝傻牽著走 而到了這個錯誤的狀況 然後再不對 整個導陣回來 對 也是有可能 他非常非常多的形式 因為他其實很生活化 就像我們生活中有很多幽默 他是很多種樣的呈現方式 對 對啦 所以其實在曼財的部分來講 他其實呈現方式也可以是很多種 自由度很高 對 那天我還記得很清楚 是父親節 然後父親就想說 那既然父親節 我姐就說 那就去看兒子表演啊 然後殊不知 結果到了現場發現 除了他們以外 沒有別人 只有他們來看兒子表演